剪映是很多人都在使用的剪輯軟體 這期影片我也介紹給你 剪映最新推出的九大好用的功能 在你學完之後 你的剪輯技術能夠有進一步的提升 能夠讓你剪輯出更好看的影片 Hi 我是 Grayson 這頻道主要是分享關於YouTube頻道運 流量變現 以及網路出現內容 我每週會分享三部影片 誰都要記得訂閱我頻道 這裡我來準備了一份高效影片剪輯攻略 能夠讓你知道如何更高效的剪輯影片 首先剪映的第一個新功能就是 智能轉比例 當你打開簡易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在這介面上面 會有一個新的功能是智能轉比例 這個功能可以快速的去把影片的比例進行調整 特別適合你把長片去快速改成短片的尺寸 這裡它要解釋到智能轉比例 它是可以幫助你去快速實現橫屏、竖屏的轉換 同時能夠保持人物主體是在最佳的位置的 我們可以嘗試看一下 首先需要導錄一段影片 現在我就導錄一段影片了 在右邊你可以選擇目標比例 我可以把它變成竖屏的格式 比如說9比16 或者是方形的格式1比1 還有其他很多的格式你能夠選擇 比如說我可以把它變成9比16 現在就可以看到它就中間有個框 並且你可以注意到這框是跟我的人物一起移動的 它基本上能夠保證我的人物是在劇中位置的 我現在導錄另外一段素材 可以再看一下這功能是否好用 我可以先播放一下這段素材 你可以看到這裡面就有兩個人在海灘邊行走 他們都是移動的人物 像我可以把它變成竖屏的格式 你可以看到我這貨框是跟這個人物一起移動的 始終是保持這兩個人物是在劇中的位置 所以簡易的這個功能真的非常好用 在底下還會有兩個選項 第一個就是鏡頭穩定度 你可以選擇靈活默認還有穩定 假如你選擇穩定 這會讓這個鏡頭它更穩定的移動 不會非常快速 在底下還可以選擇鏡頭位移的速度 你可以選擇更快或者更慢 比如說可以選擇更慢 來看看它的效果 就可以看到我的鏡頭移動速度 是比之前更慢一些的 這樣就能夠更好的讓畫面穩定 下一功能就是智能打光 這個功能能夠幫助你去快速調節畫面亮度 去提升畫質 這裡面我導錄了一段素材了 在右邊畫面基礎選項底下 你往下拖 就可以看到這個新的功能智能打光 這裡面會有三個選項 第一個就是基礎面光 它可以讓你選擇不同樣式 你可以根據你原本的畫面去進行調整 比如說我這畫面它是偏暖的 那麼就可以加入一個相類似的光 比如說氛圍暖光 現在就可以看到它就添加了一個氛圍暖光了 可以感受到整體的畫面它是變得更加暖的 這裡你可以看到它有兩個光源 第一個就是光源1 在這畫面上面就會出現光源1的樣子 它從左邊的這一側開始打光的 它是一個平行光 你也可以把它變成點光源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它的感覺就不一樣了 我還是選擇平行光 然後你可以選擇它的對象 默認是全部 你可以選擇人物 這樣感覺又不一樣了 你就可以感受到這人物上面就有一種暖光 或者是把它變背景 就可以看到我人物它的感覺是偏冷的 但是我的背景是偏暖的 我這邊選全部 然後你可以調整它的顏色 你可以選擇任意顏色都可以的 之後就可以調整一下強度 比如說把它變更強 你可以看到我的畫面就變更暖了 或者把強度調小一些 你可以看到就變得稍微冷了一些 然後你可以調整一下光源半徑 當我越增加它數值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 我這環境裡面的暖光就越多了 當我越往左的時候就調小數值 我環境裡面的暖光就越少了 然後就是光源距離 它的默認是百分百的 如果把它調小一些 你可以看到 我本身的黃金的暖光就變得更少一些了 在底下還可以調節位置 還有高光 畫面的明暗等等 大家都是能夠根據自己本身的畫面去調整的 然後可以看一下光源2 這個就是在這一次的光 它從上面往下打的 它是一個偏冷的光 你也是能夠依次調節它屬性的 下一個就是氛圍彩光 它是提前預示好的一些光 比如說可以選擇這個霓虹霜色 就可以看到會有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效果了 有添加一些紫色 比如說再測試一下這個藍色逆光 就可以看到是不一樣的感覺了 我可以調節這個光源的打光 比如說移到這裡面 然後這個移到這裡面 就會改變整體顏色的位置 比如說我再選擇這個暗夜綠 這個又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效果 所以簡易的這個功能真的非常好用 能夠快速調節畫面的顏色 第三個選擇就是創意光效了 可以看一下這個彩虹光點 你就會看到它就有一個彩虹光點的效果了 也是可以選擇對象的 比如說人物背景 例如說我可以選擇背景 就可以看到我這個人物上面 是沒有這個彩虹光點特效的 只有在我背景上面才是有的 然後可以調節它強度 光源半徑 光源的距離 旋轉的速度 還有變色的速度 以及閃爍的速度 還有就是畫面明暗 我可以來看一下這整體效果 就可以看到我的背景會有彩虹光點 記得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這三種類型的光源 你只能夠選擇其中的一個 它們是不能夠互相疊加的 下一個簡易的新功能就是智能運鏡 這裡面我導入一段跳舞的影片 我可以先展示一下 你可以看到就是一個女生正在跳舞 然後可以選擇右邊的畫面 基礎選項底下往下滑 這裡有個智能運鏡 當我打開之後這裡面會有四個選項 動感 縮放 搖晃 還有柔和 比如說可以選擇動感 像是加入一個動感的智能運鏡 可以來看一下效果 就可以看到加入一些動感的效果了 在底下你可以調節屬性 比如說縮放程度 旋轉角度 以及移動距離 我可以再嘗試一下搖晃 現在就可以看到我的畫面 它的運鏡 是稍微加入一些搖晃的效果了 對於搖晃的智能運鏡效果 你只能調節旋轉的角度 就會展示給你更多關於 簡易專業版的好用的新功能 不過在之前 如果你喜歡自情面的分享 選擇這部影片點個贊 這樣我在之後 推出更多關於簡易的教程了 下一個功能就是 運動模糊 我還是使用這個素材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原本效果 它這樣的效果 然後我選擇加入運動模糊 先我們來看一下 加入運動模糊之後的效果 你就可以看到每個動作之間會有些模糊的效果 你也可以調節屬性 比如說它的模糊程度 融合的程度 以及它模糊的方向 你可以選擇雙向的 或者是單獨選擇前導或是後尾 模糊的次數也是能夠選擇的 比如說一次 或者最高是六次 下一個功能就是 人聲模糊 這個功能能夠幫助你去分離人聲 還有背景音樂 特別適合一種情況就是 如果想把一首歌的伴奏 去交入到你的影片裡面 但是你沒有辦法去找到完整的伴奏 這個時候你可以使用原本的歌曲 然後放入到簡易裡面 去進行人聲分離 就能夠獲得一個完整的伴奏音樂了 這裡面我就導入了一段音樂 它是有帶我人聲的 我可以來播放一下 然後可以選擇這首音樂 肉機 這裡面有個人聲分離選項 它可以讓你選擇 僅保留背景聲 或者是僅保留人聲 我可以先選擇 僅保留背景聲 像我們可以看一下 保留背景聲之後的音樂 就可以聽到 它就沒有剛才人聲了 只有背景的音樂 現在我選擇 僅保留人聲 來聽一下會有什麼的效果 像處理好了 來聽一下 就可以聽到 它是有帶我人聲的 但是它沒有了背景音樂 下一個功能就是 抠像描邊 比如說這裡面我導入一段素材 我可以首先把這個人物去扣出來 在右邊還選擇畫面選項 然後選擇抠像 第三個選項就是智能抠像 現在就可以看到 這個人物的背景就被觸觸掉了 現在簡易裡面有個新的功能就是 我可以選擇抠像描邊 就是在抠完這個人物之後 我可以給這個人物去加入一個描邊 比如說可以選擇單層的描邊 就可以看到這個人物上面 就有個單層的描邊了 然後你可以調節這個顏色 比如說可以把它變紅色 這樣這個人物的描邊 就會變紅色了 然後可以調節大小 可以把它變大 變小 都是可以的 或是調節它的透明度 你也可以把它變成虛線描邊 這樣就有個虛線的感覺了 免費的這描邊功能 你還可以選擇偏移描邊 這就是有個偏移描邊的效果 或者是折線描邊 它的描邊就是折線感的 不是一個曲線的 VIP的描邊效果有四個 比如說 獅子描邊 這種獅子的感覺 或者是手繪描邊 還有這個發光描邊 最後一個就是三層描邊 它會有三層的效果 你可以調節它顏色 比如說把它變黃色 那麼這三個描邊效果 就會根據你調節的顏色進行修改 下個個問題就是 現在在簡易裡面 你可以放大預覽細節了 我們都知道在簡易裡面 這個播放器框裡面 是能夠讓你去預覽影片的 像它有推出一個新的功能 能夠讓你去放大一些預覽細節 你可以找到這個放大鏡的標誌 這裡面就可以調節播放器的大小 比如說往右就放大 你可以看到我可以放大到非常大 去預覽細節 或者是往左就調小 可以把預覽器縮小 所以這功能還是非常方便的 能夠讓你更加精細化的去查看細節 下個功能就是你可以導出競爭的畫面 很多時候我們會使用影片裡面的一張畫面 去製作影片的縮圖 在簡易裡面 你可以非常容易地去導出影片裡面的一張畫面 比如說我想選擇這個畫面 我可以稍微調節它顏色 我選擇調節選項 然後調節色溫 調節它飽和度 給它加入一些高光 再加入一些觀感 比如說現在我就調節完了這整個畫面了 我可以把它當成是我縮圖的背景 我就可以來到播放器這邊 然後選擇右上角這三個橫線 這裡第三個選項就是導出競爭畫面 這裡面你可以更改它的名稱 然後導出的位置 選擇分辨率 它最高可以做到4K 然後可以選擇格式 它可以讓你導出PNG或JPEG格式 然後就可以導出了 這樣你就能夠導出這一張的畫面 下一個簡易新功能就是 你可以進行人物的美顏媒體 像我導入了這段影片 這裡面有個人物 我可以對它進行美顏媒體 我可以把它放到預覽 然後可以選擇畫面選項 然後選擇美顏媒體 這裡面你可以首先選擇美顏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會有個框 就框住我人物的臉 這就是簡易的AI偵測到了 這是我畫面裡面人物的臉 然後可以調節它的屬性 我們最常使用的就是抹皮 我可以添加樹脂 就可以瞬間感受到 我這人物它的皮膚變得更好了 然後可以增加美白 就可以看到我的人物它的皮膚變白了 然後它要露出牙齒 我可以白牙 就可以看到我的人物的牙齒就變白了 在底下你也可以調節膚色 接下來可以選擇美形 美形它是有根據面部的不同部位 去進行調整的 比如說可以單獨進行面部的調節 例如說瘦臉 就可以看到我這人物的臉就立馬變瘦了 這裡面我可以調節它的髮際線 就可以看到這髮際線就下移了 之後你可以調節眼部、鼻子、嘴巴、眉毛 比如說可以調節它鼻子 我可以把它鼻子變瘦一些 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鼻子就變小了 然後可以調節它的山根 調節它的鼻大小變得再小一些 就可以看到它就能夠幫助你去進行美顏還有眉形 在選擇眉毛可以加入一些美間距 給它加入一些眉清弦 就可以根據你想要的樣子進行調節 這個功能真的非常方便 如果想學習更多關於剪音的剪音技巧 你可以看到這支影片 如果覺得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 希望能夠這部影片點個贊 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掰掰 戀愛 戀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